投票所一开门先放国歌 俄罗斯大选周五登场连头三天 普京叫所有人出门投票 呼吁出门投票 力拼高得票率 普京连续24年执政 如果再次当选就有望超越史达林 成为18世纪凯撒林大帝以来 统治最久的领导人 普京说的俄罗斯人 也包含提前开始投票的 乌克兰俄战区 官媒播送一片祥和的 投票景象 支持率超过八成 对普京来说问题不是当选与否 虽然有别的候选人 但完全没有竞争力 其他几位候选人 连批评普京的话都不敢说 选举结果恐怕在投票前就知道答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